她特别幼稚 工作不上进 天天围着我转 还不让我努力 当时她刚到北京 我就想多些时间陪陪她而已 自从我面试结束之后 她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天天访我像访贼一样 我是害怕失去她 之前说好和我一起在北京 现在却回了老家 这不是背叛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田先生 三十一岁来自山东销售 女嘉宾江女士 二十七岁来自吉林职员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应该是小田要来的 对吧 是的 来的目的是 我想来这个节目呢 想挽留我们这段感情 想挽留 这个挽留的意思是 已经分手了 还是没分手在分手的边缘 分手了 分手多久了 三个多月了吧 都三个多月了干嘛还来啊 因为我俩之前一直在北京打拼嘛 我俩其实感情特别深 分手之后 他就一直联系我 每次喝多了就给我打电话 说就是很怀念我们那段感情 扛不住思念是吧 对 或者叫自己对过往的那个思念 也许不是这个人 所以今天就来了 对吧 小片里面充分地展示了一下 两个人分手的原因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 情感不和谐的一些因素啊 我听女生讲的最多的叫男生不上进 对吧 对对对 你先讲讲吧 因为你们已经分手了嘛 他要求复合 对不对 因为我俩其实认识时间不算太长 在一起大概能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我俩认识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他当时是从北京出差到东北 然后我呢就是在东北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就是聊得特别好在火车上 感觉特别投缘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小伙 怎么就是能跟女生心思那么合拍 然后我就觉得 那就说明他是个老司机啊 就特别投缘 然后我俩就加了微信 然后我俩就没事总发微信联系 然后他总找我出来吃饭 看电影啥的 然后我就觉得小伙就特别好 后来我俩就这么在一起了 之后他出差结束了 他就回北京了 然后我还在东北 我俩就异地 但是我一直其实没找到 合适的工作在老家 然后当时他也是就是说 两个人异地不是不太好成问题 他就跟我说 要么你来北京发展吧 我当时想的是就是 也是奔他来的 奔他来之后呢 刚开始到北京的时候 我没什么太大感觉 我觉得大家都是上班 然后跟老家没什么区别 后来我发现 就是人家年轻人 就是特别奋斗 脑瓜里想的都是事业 那他不 他就觉得 我应该现在以爱情为重 活在自己的一个幻想里 然后总是说 我对未来 我问他有什么规划 他没有什么规划 因为我快三十了 他三十多了 他对未来 没有什么规划 说不出来什么 我想要在什么时候买房啊 将来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就是没有 然后他下班回来 就是也不谈工作上事 也不想 你说在北京压力那么大 他三十多了 那零零后现在都输了上班了 你让人拧下去 你怎么在北京扎根啊 你是想在北京扎根 还是想回老家 他都没有想法 我每天都很努力 知你没有看到 在我上班的时候 我就努力去上班 想办法再去挣更多的钱 但是下班之后 看到你上班比较累嘛 我就比较心疼你 然后去洗洗衣服 做做饭 然后还要帮你遛遛狗 难道这也有错吗 就挺好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吧 你这种生活状态这么安逸 在三四线 四五线小城市 能过得挺好 挺幸福 你在北京租着房子 他在北京已经两年了 每个月挣六千多块钱 可以了 怎么了 那叫完房租之后 那将来怎么办呀 以后真的要说 你看未来 我们年纪很大了 要说结婚有孩子 你总不能说孩子 我养活孩子 我还是伸手朝父母要钱嘛 就嫌他挣得少是吧 不是 不是嫌他挣得少 是他这个生活状态 就是过于安逸 不是 那应该怎么办呢 后来我回老家 又找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希望他能跟我回老家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状态不太适合于 在北京那样竞争 相对压力比较大的环境里 对 所以你回老家了 那就跟去呗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世界上每天都很努力 也是想规划咱们的未来 但是你说我没有上进心 你想 我们刚在一起 然后咱们的年龄都是 不能结婚去的 我想暂时地把这个经历 上进心维护咱们感情浪漫 或者咱们两个人的 两人世界之中 只是暂时的而已 难道这不是上进心吗 不是 你跟人辩论什么呀 你辩论没有意义了 现在女生是回老家了对吧 对 后来没有家了 找了一份工作是吧 还行是吧 还行 挺稳定的 所以如果她跟你去老家 这事就没事了是吧 对 她不去 为啥不去呢 因为我觉得北京 虽然竞争力压力到 但是机会也多了 我不想再回东北 这可麻烦了 你说她在北京吧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五一嘛 正好单位领导给她打电话 说能不能来加班 领导其实挺看重她的 她不去 那你没跟她说 你去加班我陪你 我也要上班啊 五一你也加班了 我也加班了 那就去北人也加班 我之后也找到一个工作 就特别忙 比她忙 我每天早上九点都能出门 晚上十一点半才下班 好累的 就是我在做一个 家庭教育的那种嘛 上课之后还要备课 就超级累 然后我觉得 你要是真是想在北京 两个人一起奋斗 一样的节奏也行 但她不 她下了班回来 什么也不行 这是为啥呢 你又想跟人好好的生活 又说北京有机会 加个班的 又不是不给加班费 是这样的 这个五一呢 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第一个五一 她也说了很累 我就想例如说五一的时间 陪她多逛一逛 你想啥呢 人家不是在上班的吗 你逛啥呀 我的意思是让她休息一下吧 让她别去上班了 就是她也别去了 对 然后过度休息一下 后来呢 你去上班了 我去上班 对 她休息了 所以我就觉得 她好像是拿我当一个借口 所以你后来回东北老家 是因为看不下去 她这个状态了 还真不是 其实我吧 在跟她来北京之前 我参加了很多公司的比试 我也想挑一个好的公司 国企之类的 稳定一点了 然后就一直也没找到工作 然后来北京之后 就有一个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比试通过了 让我回去参谈面试 当时我就寻思 这好不容易有一次这么机会嘛 我不想就是错过这个机会 而且我想证明一下我自己 我不是不行 我不是说毕业两年 我找不到工作 我啥也不是 我就想去证明一下自己 然后我跟她说了 我说我去参加面试行不行 她说行啊 我同意啊 非常支持啊 对啊 然后你看她不上进吗 她不想让我上进 没有啊 人家同意了支持啊 对是啊 表面上同意了 然后背景里就整那事 整啥事 你看我工作特别忙了其实 然后我后期就后期 赚的比她多挺多的 然后 您去了几个月 就后来比她正多了 因为我挺努力的 然后我十一点半下班 回来 通知我面试了吗 我回来复习啊 然后我就在那复习 她说在床上躺着 亲爱的 那个你那光太黄眼睛了 你把那个灯关了呗 我明天还上班呢 要我把灯毙了 我灯毙了我咋学啊 第二天 你还要开会呢 这是半夜十二点 你还不睡觉 以前玩手机 玩到凌晨两点 我一要面试去学习 马上明天我就得开会 就是开会这事 都不是一天两天 持续了一周啊 就不让我学 我没招呼了 我就把我的台灯 拿到课厅去学 她又想新招呼了 我一到十二点 洗漱完了拿出本 刚刚怎么要看 完了断电了 完了我说怎么断电了呢 他上走廊 跟我说电路维护 手续维护不很经常吗 电路 对 第二天也电路维护 到点就停电 第三天到点就停电 他拉了呗 对啊 我刚我不知道啊 这第一天还就是维护 你要连续肯定就是 你在维护啊 是你干的不 是 我的妈呀 你看你上班就挺累的 回来之后还要学习 身体透支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就确实挺心疼你 让你休息休息 然后有咱们两个 共同的两人时间嘛 我就是这样想的 总觉得说为了我好 但是你说就 我觉得这么一个 像断电干扰你 所谓的学习和上进之外 他有其他的招吗 有啊 就是以前晚上他遛狗 现在狗也不遛了 就是我一回家狗挤的一个直转挤 挤的都不行了 就要上座座 然后我问他 我说咋的事 他不知省 那我学吧 学习吧 又到点了 不学习 明天还上班呢 拿出本 忙他一坐 我们家狗 狗拉了破尸 在地上 特别臭 我说你赶紧收来 你今天怎么没遛狗 我不伤到胳膊了 没法帮你遛狗啊 对 我不复习的时候 啥事没有 复习的时候 就是胳膊也伤了 听明白了就是 男生其实说白了 还是希望 更多的时间 是跟女生在一起 是吧 主要还是 心疼也是一个词 休息休息 对 别再起 逆鼓逆鼓 也是有这个想法的 对吧 对 我们现在听明白了啊 就是 这是女生认为的 男生干扰了 你上升的通道 或者男生自己生活 在一个舒适区 对对对 让你觉得 未来的生活 没什么希望 那你们俩之间的 关系里面 还有别的吗 就是因为这个吗 其实刚开始都挺好 后来我不知道 她是因为长时间相处 性格暴露了 还是之前我都没发现 就她这个控制欲特别强 就是我出去 半小时 马上给我打电话 天天你跟哪呢 你跟谁呀 你啥时候回来呀 后期就是不打电话了 直接视频 视频我得接 不接就回家给我闹 我接起来 我看到你左边都有谁 来 我看看左边都有谁 女的 这边她右边也是女的 完了行了没事挂了吧 不行 问我身后刚才那男的是谁 一走一过一个男的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问我这男的是谁 那你不是大半夜 我担心你吗 我就都关心关心你 不是大半夜 那是几点啊 那十点左右 有女孩在外面 是吧 我就想看看她安全嘛 就是看谁都像反对分子 不太相信你是吧 但是你忘记你后来 你做的事情了 那一次你和你的朋友闺蜜 去酒店吃饭 手机辣闹 第二天用我的手机 给你手机打电话 她说让我的朋友去帮我拿手机 我没有时间 然后给我说是让我去拿 给酒店的工作人员 说我是你的朋友 这对我一种不尊重 听明白了 就是手机辣在前台了 就拉在饭店了 然后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跟陆琪说 我说陆琪啊 我跟莎娜本来是恋人 我说我让一个朋友去拿 然后莎娜就吃醋了 说我们是恋人关系 你干嘛这么说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原则性的问题 你不能把对象说成朋友 对不对 这你也吃醋啊 不可理喻我觉得 但是后来她那几天回家吧 总是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早晨闹钟响了 我去给她暗道中还吵我骂我 后来过两大天那天晚上 她前男友联系她了 我才知道她和前男友联系 那你那你可以告诉我对不对 这也是对我不尊重我 不信任我 就是人家是小姑娘 翻男孩手机 她翻我手机 有点过分地绑住我了 然后就是以至于 有点影响到我的工作 你说我跟学生家俩出 就谈点学生的事 她刮视频进来 你说我接不接 私底事拿到工作上来 她刚才可说 什么前男友联系是什么 对 我跟我前男友 分开两年了 这么长时间里 她已经就是 泯然重人了 我就是对她 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就是没有什么 瓜葛 然后再去影响 我俩的感情 你看她就是 说不好听 就有点小心眼 你说我告诉她 她不多想吗 在乎 在乎 还是在乎 后来怎么决定 回到老家呢 当时我跟她谈过很多回 然后她总是掌控我 然后我跟她谈过很多回 我说你要是在这儿 继续下去 咱俩 我一 我看不到未来 你没拿出态度 我想就是往前迈一步 她就瞪着我 我说那咱俩一起进步吧 带带队友吧 队友还扶不上墙 反正我说我想飞两步吧 她就死个小神 瞪着我 不想让我飞 风筝不是牵着吗 不牵着怎么飞啊 然后我跟她谈了很多回 我说你要这样 我就回老家了 我反正工作我也下来了 然后她就生气 不是 你忘记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 你当时说你 即便回到东北面试过了 还会留在北京 但是你面试过了 你为什么要回东北 然后你把我当作一个过渡期吗 我真的很努力 但是你还说我不上进 后来怎么就决定回去了 就是 她质疑我 她说我是坏女人 她说我把她当成了 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跳板 觉得我没找到工作 我利用她 我到北京来 我提高自己能力了 我行了 我现在一脚把她踹了 要把她甩了 我要回老家了 那你就是走了 也就是肥大样 就我特别生气 我就跟她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她 我什么样的人她不了解吗 所以就是你们是在争吵当中 结束的这段关系 是吧 然后我就回老家了 回老家 其实我不想跟她分开 我就给她发微信 我走了 我回东北了 我想让她挽留我 她说啥 啥也没说 为啥不挽留 当时都在情绪上没吗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你走吧 然后我就可能吼了一句 但是怎么说呢 爱得越深 恨得越深吗 我吼 我是接受不了 你走这个现实 所以我没办法发现 我就是走着 对吧 那你现在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啊 跟我这两三个考虑 和我是忘不了 我们之前的那种点点滴滴 行了 人家不是都给你台阶了吗 说你跟我来东北 这事不就过了吗 我们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既然你不想那么努力奋斗 我又对我的生活有规划 那你就跑到东北来 我们一起过不就完了 这不是女生的想法 是这想法吧 毕竟北京机会多嘛 我不想这么放弃离开北京 但是说她 这北京离的老家会近一点 我在想通过这个平台 希望她挽留到 回到北京 我们再共同的生活 那她那个工作呢 所以说我希望她 在北京 把工作辞了 做原先的工作 奔你而来 不是奔我来 奔我们而来 那为什么你不能把工作辞了 奔他而去呢 我在想如果我去了东北 到最后我 我们两个到最后没有结果 或者是走不到最后 那我怎么办 那如果她到了北京 你们俩到最后没有结果 那她怎么办呢 因为她在北京非常优秀 你看她多少家教 一个月能挣一万多 所以她在什么情况下 我都能相信她 我若 你得帮着我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她在一块 想她北京共同发展 行 听明白了 女生现在对这个男生 还喜欢吗 其实她处处想着我 为我好 你看她每次也是 我下班回家 给我做宵夜 今天做点什么银耳红枣 明天熬点什么汤 我就觉得其实 真的是如果我俩不在北京 就是能挺幸福的 所以在女生的心里就是 这个男生的温柔 对他的好 又是他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可能到一定 就是对生活 有一定解读 人就会发现说 这个世界没有完人 所以还想协调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对吧 老师们 你们帮助他们 分析一分这段情感吧 看看他们应该怎么办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以前有一个话题 叫逃离北上广 后来我说 我们大家只看到了 逃离北上广 没有看到另一种人 叫窝在北上广 什么叫窝在那边 因为北上广这样的 一线大城市 它太便利了 有太多的好处 所以有很大一群人 他其实没什么上进心 也不想奋斗 但是我就赖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就享受这个便利 我可以穷 但是我总比在那个小城市里面 我享受的东西更多了 你的前男友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第二个 很多事情你会发现 它其实不是感情问题 它是大家对于 人生的需求不一样 简单来说 就是有的人的未来是未来 有的人的未来是现在 他现在跟你说 说我们结婚之后怎么样 然后跟你说 我做饭 我洗衣服 我怎么样 有很多姑娘都会有 这样一个错误 我提醒大家 就是觉得 我们两人在一起了 我们就有个家 家就是我们的未来 家不是未来 你们一定要搞明白 你们两个人 在期许的那个 将来的婚姻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生活 而不是我们有婚姻了 最后一个 你们两个人 对于整个自己的人生的 选择和控制 是有问题的 一个小富家 就想过过小日子 每天哄着老婆的人 偏偏要留在 北京这样压力巨大的城市 一个在北京待几个月 就可以拿到 一万多块钱月薪 那么拼的姑娘 却回到了东北的小城市 你们没有发现 自己整个对人生的控制 是错位的吗 你不应该留在大城市吗 你不应该回到 自己山东老家去吗 为什么连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命运 都掌握不了 却偏偏还要想让 这去掌握别人 我们先控制好 自己的人生 再去想着 控制我家庭 或者婚姻 未来的方向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琦老师 来 珊娜老师 我听完小江的这个叙述 我真是觉得有的时候 就饿得饿死 撑得撑死 就多少姑娘看着你 刚才说的那段话 就是这男朋友 这么黏着你 得羡慕死 但是又有多少女生 是真的很烦这样的男生 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吗 一个没有大报复的小男人 然后一个心中有梦的大女人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可能不是说最理想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女生心中 她都希望有一个男人 来照顾自己 但是你可能再过几年 你就会回想起她的好 但在这个阶段 你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支撑你 或者说跟你并肩作战 一起往前奋斗的一个人 但她恰恰没有这些 而且你可能最着急的是 这个人他的未来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你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 未来在哪里 女生是比男生要成熟 要想得多 要更考虑未来的生活 但男生就是 我现在这样很好 然后我就黏着你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价值观的问题嘛 搞明白了自己 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每一个阶段 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就可以了 男生是要挽回女生是吗 我还是想挽回 想挽回是吧 想挽回 你就要跟上人家的脚步啊 对吧 你就得逼自己走出舒适区 但你要知道一点 走出舒适区的那个人 还是不是你自己 对不对 好吧 谢谢二位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余老师 男方说 你把爱情当作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来去经营或呵护 你对女方确实也做了 很多的爱的表达和付出 甚至有了一些 过激的掌控和查岗的行为 但是我们其实有点不理解 非常简单的措施就是 你离开北京 和她回到她的家乡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这个动作 你却迟迟没有把它使出来 这就说明你对爱情 还没有权力以赴 因为前女友说得很简单的 你只要跟我来就可以啊 就不用到这里挽回啊 你能来到这个电视台大平台 这么兴师动众 你都不愿意去到她身边 那怎样让一个女人 能够相信你 刚才所说的 我现在把你当成 我身边当中最重要的人 其实即使你来到她身边 她仍然对你还会有些要求 那至少这是一个门槛 你不敢来 所以说 女朋友这样一个举措 她离开北京 也想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看能不能最后再激励你一次 挽回她还觉得不错的爱情 她也不舍 以往是这样吧 这只是一个测试题 而你却没有过关 但是此刻还能不能 再让你重新挽回你的前女友 下一道题 可能未必就这么简单了 因为女朋友的确 她对生活的要求 远远超过你目前的所为 两个人从原则上来讲 并没有大的问题 但是两个人未必就适合在一起 如果你这一步没有能够跟上 你前女友的步伐 那她永远就是你的前女友了 如果在恋爱的时候 就有过一次到两次分手 其实也预言 未来的婚姻当中 有更高的离婚率 所以我的建议两个人 不妨就这样分下去 寻找各自的幸福 好 谢谢余老师 其实你会发现这女生 说事特别有意思 手无足导的 你发现没有 我发现她想控制我 我一回家看见那小狗 哎呦 转转转转 然后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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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 我给过你很多机会 但是你都没把握住 我 我不想再给过我 我不想再去北京了 太累了 太累了 你如果要是能跟我回东北的话 那我还能给你一个机会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希望你回到北京 谢谢 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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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吧 请关门 难怪现在好多小女生都说不想谈恋爱了呢 照顾也不能照顾 然后天天拖我后腿 然后还经常吵架 让我情绪不好 不如我一个人担心这还挺好的 怎么就 这不能 这啊呀 挺挺着急的 挺替他们着急的 请开门 优优独鳝 2 1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